最近家人们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做微景观的容器 然后还有灯的问题 那么其实这个呢 我也一直在很用心的去找 我们要找材质好的 然后价格呢也美丽的 就是性价比很高的 那我现在桌子上放的啊 这个就是我个人认为 性价比很高 或者极高的一款微景观的容器 那么我们一边拆箱 一边跟大家聊 这个瓶子呢 是空城里空老的瓶子 它是四款 其实呢是两款 一个空空瓶一个慕斯瓶 其实每款呢有两个规格 那么我们说两款也可以 四款也可以 哦对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包装啊 这个包装呢 基本上简约大方 对吧 世间最美好的感受 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笑 哇真好的一句话 那么这个瓶子 如果你买来做微景观 然后送给朋友的话 那它看起来会比较好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来拆箱 这个是一个 养护手册 上面有光照 浇水通风跟施肥 好用心啊空老 这个没关系啊 给大家是一个参考 大家如果有不明白的随时问我就可以 然后这个是 一个插头 然后这是一个灯 嗯 这个灯手感还是很好的呀 手感很不错 看它这个盖子应该是 我看 对它可以旋转 大家看啊 我们可以选择把这个密封住 你看 也可以选择给它打开 你看 你这样就全密封 拧一下 这样就可以透风 也省得你说里面有水器 然后盖子要拿下来和怎么样 对吧 然后它这个是灯 这个灯呢 跟大家说一下是一瓦的啊 是一瓦的 因为这个瓶子应该不大 看一下 这个保护方面做得也不错 嗯 就是这么一个瓶子 下面还有啊 下面还有这个保护的 我们先把它拿一边 大家看啊 这个瓶子大小就是这样的 实际的大小 来看一下材质 这个是高透高鹏龟的玻璃 看 我们 透光啊 没有那种光韵 一圈一圈的 通透性非常的好 厚度也可以 质量非常好 然后这个灯 为什么用一瓦呢 就是因为它小 所以它一瓦正合适 如果大的话 那对植物就不太好了 所以这种瓶子呢 做苔显的微景观 尤其是做白发显的微景观 配上这个灯 非常非常的好看 哦 这个还有定时 我们可以调定时 也可以调光照大小 那就更简单了 对吧 这是一款啊 我们把剩下的三款都拆出来 大家看一下 哦 这个一看就是大号的 对吧 这个灯大 看 这个是大号的 这盖子很方便 用来透气 这种款型呢 就是慕斯杯 然后这种的就是空空杯 它分一个小号跟一个中号 这个是中号的空空杯 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 比它略大一点 这个是一个小号的慕斯杯 咱们有一说一啊 这个盖子质量真不错 就是这四款瓶子 那你说两款也可以 因为它两个一样嘛 然后尺寸的话 你看这个 首先是这个慕斯瓶 慕斯瓶这两个直径 这两个瓶子的直径都是10公分 都是10公分 然后这个小的高是12公分 这个大一点的高是15公分 这个大家根据需要 然后去选就可以了 这个空空瓶小的呢 直径是11.4 就这个下面啊 下面直径是11.4 然后高是12.7 那这个稍微大一点呢 就是它最宽的这个位置 是13.6 然后这个高度啊 是15.6 呃尺寸大概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瓶子啊 就跟大家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看 我们养苔藓一般闷养比较好 对吧 瓶子也有 但是一般比较难找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 要盖子 你看这个盖子的问题也给你解决了 然后你里边水气大 通风怎么办 它这个盖子 你看它还有这个功能 也给你解决了 然后就这个灯的问题 灯它也能给你解决 对吧 而且它这个上面啊 给你设计的还有 可以调灯光大小 然后还可以定时 这就更省事了 对吧 那我们用处就比较多了 你可以放在你床头当个小夜灯 这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或者你放在办公室啊 是吧 这都很有氛围感 或者放在你店里边 吧台里边 总之呢 这个瓶子很好用 那么大家有需要的话啊 在下面链接 大家直接去拉就可以了 品质很好 今天先给大家做这个开箱 然后明天或者后天呢 我开始会把这个瓶子啊 每一个瓶子实际操作 做成微景观 然后会做详细的教程 给大家看 我也可能会做 一种两种或者三种风格的 然后大家借鉴一下 OK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来看看 词 咱们来看看